欢迎收看这一节新闻,我是徐信日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EX ON被捕8人全部获准保释 消息说其中5人与JPEX关联公司有关 包括公司秘书和员工 而JPEX发行的虚拟货币JPC至少两个交易平台宣布下架 一位已报道 涉及JPEX ON被捕的8个人除了能作 网红陈怡 消息指还包括陈大仪加密货币找换店的拥有人陈凯怡 其余的人与JPEX关联公司有关 两个22岁的被捕人是公司秘书 一个是员工 还有两个人与澳洲注册的公司有关 JPEX最新声明说早在去年4月至今年8月 一直寻求证监会沟通和提供指引 希望达至要求得出一个合法合规的方向 但没有得到正面回复 又说JPEX发行的虚拟货币JPC 已经在多个交易平台上架 JPEX提到的其中一个平台LBank 日前已宣布将JPC下架 另一个平台CoinW 上星期亦都宣布JPC下架 有区块链专家说 用户仍然可以将JPC转去其他平台 他预计可以交易JPC的平台会越来越少 有线新闻一位而报道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接连发生JPEX和数码港资料事录事件 已经提醒有关部门加强规管 无论是JPEX也好还是数码港的也好 我们以前的一些传统的做法 现在可能受到一些挑战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 那么犯罪分子的这个手法越来越高明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各个方面 要加强法律法规的规管 以前可能没有事的 现在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这个数码港事件 实际上给我们全社会敲响了一次警钟 JPEX平台以名人协助宣传 投委会提醒市民投资之前 必须对投资产品有充分了解 那现在虚拟资产的圈子里面 流行一个词语就叫DYOR 就是Do Your Own Research 社交媒体上面充斥着大量的虚拟资产 的投资意见 有些教学分析的 那DYOR的意思就是 不要盲目地听着充斥着大量投资意见 不应该跟风 投资者看这些资讯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你真的要有一个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和判断 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单一一个人告诉你 或者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会去决定做这个投资决定 这样就非常危险 黎元氏说今年4月访问1000人 过去12个月投资过虚拟资产人数 由2019年1%急增至今年6% 当中18至29岁年轻人增幅较显著 调查都发现4分之3受访者说 投资虚拟资产原因是怕走保 追求短线回报 他强调市场不存在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 反修例干扣袁荣光归香港禁制令上诉案 排期12月审理 政府早前日品要求禁止和袁荣光归香港 有关的4项非法行为 申请禁制令原审败诉 律政司不服上诉 法官陈建强在判辞中华 基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牵涉新的法律领域 批出上诉许可 案件排期12月19号审理 预计需时一日 下星期就是中秋节 海关检获一批冒牌月饼拘捕3个人 检获的怀疑冒牌月饼有49盒 总值大约16000元 在网上平台发售 价钱大约是正货7至9至 大约200至400元 海关说这批冒牌月饼外观上与正货很相似 但正货包装盒面摸到粒特纹 冒牌的包装盒面是平面印刷 无牌货盒上展示的QR曲会连接去艺造网站 海关提醒消费者中秋临近选购月饼的时候 要光顾信誉良好的商店 转讲下 国家安全部指控美国情报机关大规模 和长期对中国目标网络攻击窃取机密 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问 说美国情报部门建立网络攻击武器库 对中国、俄罗斯等多国进行监控 窃物和网络攻击 提到早在2009年入侵华为总部视伏器 过去一年又对西北工业大学等目标 想万次恶意网络攻击 又说美国政府透过立法 强制科技企业配合在设备软件和应用程式中 设入后门套取位置数据和信息 批评美国一边大肆对全球网络攻击 一边抹黑中国颠倒黑白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华为有能力大量生产先进晶片 雷蒙多出席众议院一个听证会的时候 提到华为在他上个月访华期间 发布最新的5G手机 说感到不快 对于手机使用中国制先进晶片 他说没有证据显示 华为有能力大量生产7纳米晶片 商务部正研究 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有关晶片 有没有违反美方的贸易限制 主要议员要求当局停止所有对华为和中芯的技术出口 雷蒙多拒绝评论 胡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言 警告国际不肯误讯俄罗斯 呼吁团结 公开推动停战 同场的美国总统拜登也都重申 必须合作阻止俄罗斯侵略 这次是俄虎战事爆发一年多以来 扎连斯基第一次亲身去纽约 出席联合国大会 扎连斯基指控 俄罗斯露走乌克兰儿童 实行种族清洗 说恐怖分子无权拥有核武 又批评莫斯科将能源和粮食武器化 影响遍及美洲 非洲 东南亚 强调国际面对各地天灾不断 必须先联手制止俄罗斯的人和 以全力集中应对气候危机等 分析认为扎连斯基今次演说 只在拉拢未有明确表态的巴西 印度等全球南方势力 而稍早前发言的美国总统拜登 也同样呼吁盟友支持护克兰儿童 拜登当地时间星期四会回到白宫 接见在战时第二次访美的扎连斯基 华府期望推动共和党人让步 同意给国会再额外撥款军门烏克兰 有线新闻牧子程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乌克兰战火令全球陷入核危机 古特雷斯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全球挑战升温 呼吁各国要因应时代改变合作模式 否则难以合力应对危机 休息回来会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国家选拔在何专家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香港不止一人进入第三阶段选拔 另外首个香港制造的 维星香港星完成组装 11月底在内地发射 香港星是香港首媒商业高光谱 遥感维星 搭载高解式度光学相机 可以用作建立物联网和防灾 减灾等等 香港维星制造中心计划 每年在本港制造大约300伙商业维星 包括2029年前制造720伙香港星 建立太空维星网络 并争取在明年建立海上香港太空港 发射海上商业运载火线 我听高主席讲 未来集团计划要发射数百科技 要形成香港的太空巡运量 拓展航天航空业 我想这个对于促进香港的数字经济发展 以及智慧城市建设 会莫能关注 10个大湾区医生4月的时候来港交流 近半年过去 他们和本地医生的合作是怎样 尤俊华和他们谈过 来自广州的康玉坤被派到玛加烈医院交流 初段时间几乎和资深医生拍照 开始慢慢适应 这个CMS系统里面会比较多其他的功能 如何去看回这个病人 他在什么时候设计了复诊期是什么时候 在哪里复诊 还有他之间在什么时候又会做什么检查 都会出来的 在这方面 我最初其实也不知道 比如在第一个月 其实我们的同事都会一起来巡房 在巡房的过程 当然会分享我们自己的 所谓临床的一些分析经验 以及文书上 或者医疗系统上的应用 又或者医疗纪录方面 如何做一些评论等等 这些技巧其实都一直分享 十位大湾区医生 在不同联网都已经独立工作 不过操作内规境 抽费積水这类入侵性医疗程序 因为规例所限 仍然要本地医生重旁监督 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 也有时其他大学的一些学生等等 有时其实都会和我们一起巡房 大约都是在我们巡房的时间 我们都是做一些分享等等 其实都不会真正的拖慢 其实当然经过适应的过程之后 其实实际真的帮助到我们在人手方面 康医生在内地已经是副主任医师 相当于本港的副顾问医生 他不觉得要本地医生拍着 有大才小用的感觉 无论如何 你的宗旨其实都是为了本地的病人 又或者是整个国家的病人 作一个服务 就是说去解决他在医疗上的 在健康上的一些问题 其实本质体系是不会有差别 医官局现在正和内地相关部门 谈着恒常化两地的医护交流 亦希望增加交流人数和参与的专科 有线新闻由俊华报道 看看港股中午收市表现 恒市半日报17862点跌134点 半日成交366亿 恒生指数期货 即月跌128点 报17875点 下个月跌129点 报17944点 成交超过43000张 恒生科技指数 报3910点 跌74点 十大会议港股方面 腾讯跌3.6 营赋基金跌1.3 美团跌2.9 小鹏跌3.7 港交所跌5.2 阿里巴巴跌2.5 建行升一线 快手跌2.6 南方恒生科技跌6,6 恒生中国企业跌5,6 周开发银行 轻微下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 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由5%降至4.9% 印度就由6.4%降至6.3% 明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 分别维持在4.5%和6.7% 阿开行表示虽然区内国家的通胀压力减弱 部分央行开始减息 有望提振经济增长 但仍要警惕不少风险 包括内地楼市低迷不振 另外握以尼诺相关影响都为地区前景蒙上阴影 阿开行同时下调本港经济增长预测 由4.7%降至4.3% 明年更加放缓至3.3% 其他新闻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 和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会面 两个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 韩正说中方愿意和美方 在气候问题上加强沟通合作 形容中美保持对话 对两国以至全球都有重大积极意义 克里就形容对话有建设性 强调多边合作 以及中美加紧应对全球暖化 又促请中方更积极减排 韩正此行除了参与气候对话 预计也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俄罗斯确认总统普京下个月访华 出席一带一路论坛 并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而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相王毅 在莫斯科出席中俄战略安全磋商 重新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互相支持 叶家讯报道 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瑟夫 在中俄战略安全磋商确认 总统普京下个月访华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且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俄方期待两国元首举行内容详实的双边会谈 帕特鲁瑟夫又和出席战略安全磋商的外长王毅谈到 俄中对世界秩序的原则问题 保持一致或者相近的看法是非常重要 包括追求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和独立发展道路 莫斯科尋求推进和加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西方试图压制俄中的背景下 进一步深发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和协作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强调俄罗斯在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 坚定支持北京 说这些问题被西方用来试毁中国 双方也讨论军事技术合作 朝鲜半岛和乌克兰局势 并且就重大国际问题教援意见 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集团和分界线 和加强北约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存在 只在破坏那个地区现有的安全体系 有线新闻 叶家讯报道 江苏受龙卷风吹袭 造成一四三削 由片段拍摄到 星期二晚龙卷风吹袭一刻 天色昏暗 灰蒙蒙一片 材物被卷上半空 事发在江苏宿千京开区 龙卷风破坏力惊人 区内52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当局正进行清理 以及继续调查受灾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否认三项枪械相关控罪 案情指 亨特涉嫌在2018年买枪的时候门报吸毒 被控虚假陈述 非法持有枪械 面临最高25年监禁 他的代表律师书面表明不会认罪 并提出以视像形式认讯 不过控方早前表明反对 53岁的亨特是首位租刑事检控的现任总统子女 他另外捲入涂税指控 外界关注丑闻会不会拖累拜登竞逐连任的船程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要求印度政府严肃认对石黑教领 就在卑斯省遇害案 杜鲁多说情报机关正在跟进证据 会将涉案人士承知决法 期望和印度政府合作查明真相 被印度通缺的石黑教领袖尼加尔 6月在卑斯省租枪杀 加拿大指控有印度特工涉案 触罚两国互族外交官 路透社引随消息报道 加拿大正跟美国联手调查 预告即将公布掌握的证据 亚云星期六揭幕 各地记者陆续进驻媒体村 这个传媒大本营如何体现环保理念呢 林沛文在红色谷道 保安严密 记者每次进入都要过安检 媒体村是亚运村其中一部分 附近还有选手村和技术官员村 被各地代表团、技术人员和记者入住 超级市场发型屋、纪念品店 各样都齐 餐厅亦都提供不同的美食 照顾一日四餐 今届亚运主打环保低碳 除了有电动车接载之外 村内还有地方给传媒租单车去踩 每次两个小时可以在村内游走 这里还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环保 只要你充足足够的印章 就可以换小礼物 当然不可以不介绍一下房间了 分别是两房一厅或者一房 空间都不小的 景观也都很开扬 据了解媒体村在所有赛事完成之后 就会以公寓形式出租 有线新闻林沛文在杭州报道 我先坐西红 精彩 在一个泛事 wordt废的印章 更高的